子龍遇到這個 性命學的權威小弟 誰會自己這樣說 他在我們節目裡面 每次給他取那個名字 是 而且今天也會一樣喔 期待值不要太高 蓋小姐… 子龍 我今天取了名字 讓你心服可服 你用了之後會比無縫 或跟…會比他更紅 OK 幾乎無縫更紅 好主持節喔 不在話下 第一個我跟你分析 就是這個你有沒有帶個小 不行 不行 它屬龍的 這是不是一個犬 所以這名字不能用 而且也不雅 不雅… 第二個這個你帶一把匕首帶刀 叫做 會被殺的龍 屠龍刀 對 第三個這個龍 本身身上要屬龍 再用龍的話就有對衝的意思 真的啊 你屬龍不能再取龍 對 就像說犯太歲的意思 倒過來你有沒有 龍子 衝耳不聞啦 跟你講動的體系啊 臭魚人啊 你 偷耳包月 他聽不懂啦 對學行能力是有障礙的 今天就是你喜歡 喜歡金 土金香生 東新來北的西是屬金 你命中缺這個西這個字 西喔 對 他龍喜歡吃肉 古字的月就是肉 肉 OK 肉骨 我們知道龍喜歡有三爪四爪 五爪金龍 五爪金龍 我要你一定要要龍門 知道嗎 這名字 鯉魚 對 要龍門好不好 這名字給了你 你千萬要珍惜 不要讓別人搶去用好不好 你長得很英俊 然後好記 對 長得帥名字又好記 又帥 又很有霸氣給男孩子 很Man的 我快點取這名字 就符合這上面的東西 好的 你趕快要登記 跟妳家咬我越來越擔心 五指西瓜 什麼 蔡桐哥路不太下去了對不對 不是 他講走人喔 他想說都有人叫蔡桐了 為什麼他不能叫西瓜 老師跟他正經的啦 你跟他正經的 他很認知 已經很正經了 我跟你講 偉忠師傅 我是個性感染過的 我裡面就跟他講 他這個有水果的感覺 他這個很甜 而且這個紅色你知道嗎 代表一路會紅 代表火 所以西瓜很多水 代表的時候跟一條河一樣很酥 不用再幫他了 而且他很熟悉 耳根子瞬間變好軟耶 而且這個你看有吸又有爪子 對你來說有好東西 不能有那個龍嗎 五指火龍果 還是有龍 對啊 五指紅龍果 都思緒過了 不能再用龍這個字了 好不好 那我知道你會覺得說 會對衝啦 那個龍會對衝 你就覺得說好像有什麼更好的 更專業的名字 它這個是有一點趣味啦 我覺得你也不能用這個混名 但是有時候我們想想 你看 覺得這個好像不雅 菜頭也就像紅塵這樣 對啊 胡瓜 對啊 什麼都不好提 這個人是藝能界很有名的植物人 對不對 對啊 大根也是植物啊 對不對 很多好不好 這個 食材人為 這個紙跟你報告一下 一定要用 因為紙 生紙成 紙為老鼠 這個一定要保留 但是你需要有個霸氣的名字 我幫你選了一個字 也有這個西 也有這個月 這個是正經的 正經的對不對 這個專業的部分 他都已經好啦 這節目很優質好不好 叫 五指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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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霸 怎麼有點難聽 就是這個爸爸沒有孩子 不是… 五指霸 我已經是龍霸 怪怪的 對 很難聽 這個很難聽 對 詹老師 以此為貴 雄霸天下 你不要欺負我們的義大利人 老師 我今天我打電話 我都滿著期待 你怎麼給我這些名字 好名字 要有好福氣的人用 五指霸 這個是不是帶一個蜥 再帶一個肉 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如果反過來霸子呢 也可以 都掌舵的人 你也可以用五霸子 你也不要挑了 再怎麼比 都比你這幾個好太多 OK 好不好 今天我們詹老師這樣 特地幫你算清楚之後 我們就可以確定 從今以後 你還是維持下五指龍 就可以了 想 會…想改… 會想改嗎 那個少少 妳會覺得叫五指霸 五靶子這個 好不好 五指霸 子霸 對啊 就像剛剛 不好聽啦 對啊 唸出來 因為台灣人嘛 就是大家在罵…想辦法 不要有這種想法的那種 好記 好念 好出名 其實他本人還有點搞不出這種狀況 對 你真的好趕喔 這個紅色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啦 訂閱之後呢 這顆按鈕就會立刻 像竟然這樣出現小鈴鐺 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